大家好,我是小编 冰箱几乎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 是为了储存我们的食物 它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健康 大多数的人在选择冰箱的时候 都非常注重品牌和容积 其实我们除了考虑这些以外 大家一定要对冰箱摆放的风水进行研究 那么小编有一位朋友 家里的冰箱上摆放了许多不该放的物品 日子越过越不顺心 来让一位78岁的风水师提醒大家 冰箱上千万不要放这些东西 否则会让你越住越穷 来跟小编了解一下吧 1.冰箱上千万不要放杂物 很多朋友对物品的摆放并没有什么概念 很多东西都是随便乱放的 只要家里有地方的位置 就把东西摆放在那里 那么就有些朋友很喜欢把一些杂物放在冰箱上面 小编并不推荐大家这样做 因为杂物堆放多了就会很多灰尘 我们平时开冰箱门的时候 就会有灰尘掉到冰箱里面 对冰箱里的食物是非常不卫生的 而且这个做法也是会影响我们的风水的 最好购买收纳和把杂物放起来 千万不要放在冰箱上 再来就是很多人喜欢把一些面积比较小的电器 随手放在冰箱上 我们将两种电器放在一起 两个电器都有它的磁场 把两个电器放在一起的话 它们的磁场就会相冲 会使得我们家里的气场出现问题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节省空间或者为了方便而将另外一个电器放在冰箱上面 再来冰箱上面不要放置布帘 有些朋友为了方便在冰箱上放一个布帘 觉得这样更加方便清理 又可以避免灰尘堆积 但是冰箱上面放布帘会阻碍冰箱的散热 在风水雪上冰箱上面的布帘就像娶媳妇的新娘子一样 这样会影响夫妻关系 容易有小山插足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千万不要在冰箱上放一个布帘 以免影响夫妻关系 再来还有人喜欢在冰箱上放植物 虽然植物是可以帮助净化空气 而且放在冰箱上有不占空间 但是由于冰箱放出的肤色是比较大的 而植物又很脆弱 长期被肤色造色会影响它的生长 然而在家里种植的植物长得越旺盛 才会让我们的运气越好 那么冰箱的肤色只会导致植物长得不好 这样就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运势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冰箱上千万不要摆放这些东西 最好保持冰箱上干净清洁 这样才可以保住我们的风水 那么大家摆放冰箱的位置是否正确呢 冰箱千万不要正对厕所 这样会让家中人容易患疾病 或者容易遇上开刀 以及雪光之灾 如果我们放置的冰箱无法移动 所以最好不要将冰箱正对厕所 冰箱正对房门容易导致居住在里面的人 常常起争执 如果无法避免面对房门 那么可以放一个布帘来缓解这个杀气 冰箱也不易针对神桌 这样会影响学业或者工作的开展 再来冰箱也不易针对水族箱 这会让你时常导致莫名的破财以及厄运产生哦 此外冰箱也不能对着瓦斯炉 因为这是水火香客 水火香客就容易导致家里很容易发生意外 最后小编还要提醒大家 冰箱里的食品一定要清理干净 千万不要堆积过期的食品 冰箱里如果摆放了满满的东西都是旧的 甚至是发霉的 想必大家都知道这对健康是不好的 然而以风水学来说 这表示你的工作容易出差错 而且还会大大影响你的工作运 希望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冰箱摆放的风水 大家更加了解了 如果你犯了这些错误 请你马上纠正 以免破坏了你整个家里的风水和气场哦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我们下期见